我們生活當中 這所感的東西實在是有夠多 所以傳播團體 今天跟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就要求台北市的電腹病院 今天開始不能再買這個PVC 在地的醫療用品 因為經過美國FDA的進食 這所看這個可能也會透過這個火 還有電池進入人體裡面 對這個萬神的患者 還有大出席的女兒 也是當時需要醫療的人來說 風險都很大 每個禮拜都會陪太太去便宜洗郵劑三次 因為洗郵劑使用的血液回入館 這些用品都是塑膠做的 它煩惱會有塑化劑影響太太的身體 台北市以完檢預言基礎 衛生素無限的醫療用品 提升什麼樣的塑化劑 所以如果是斷營或是長時間 洗郵劑中大棟的民眾來說 塑化劑很有可能進去火裡面 我們鼻胃管進食的話 實際上在不管是70公斤的成人 或者是4公斤的嬰幼兒的話 它事實上已經超過 每天的允許劑量了 那你如果說那如果病患 那個長期安養的病患 或者是新生兒 每天都這樣子灌的話 那它實際上累積所接受的劑量是更重的 三位民進黨的市議員 要求台北市立聯合病醫 不要再買所加做的醫療用品 而且就算說不可以隨麥用 也應該簽罪 請出萬神病的這種高危機的病人 適用替代採集的醫療用品 以後是回應 如果是現在不要用有學友的問題 也不過會占對醫院的建議來研究 記者您稍微先知名台北報導